所以我這次又特別帶了那個財神噴霧 因為說實話它跟平安比起來 它的力量還是更強 它就是有這個虛空的能量在裡面 然後因為出國你就不想要在重車牢 因為我們又看出趕不上飛機什麼的 那大陸國那個飛機又常出問題 所以我就想好 我就住這間好了 結果我一進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想完蛋了完蛋了 怎麼磁場這麼差 而且它的磁場不是差是很混亂 有時候如果你只有帶一種磁場不好 很好解決 它是有各種各式各樣的 那對我這種磁場的人 它是會衝擊我 所以我趕快把那個財神噴霧拿出來 開始到處噴噴噴噴噴 然後我就噴噴噴 然後噴完之後就覺得有香氣 可是場有好一點 可是也沒有太好 因為我在噴第一下的時候 我其實是我的概念是 麻煩你們走開 就是請你們離開這樣 但我第二個意念就覺得我憑什麼 人家住在這裡住得好好的 住得還比你久耶 對啊 而且人家也不見得是壞啊 只是它的磁場跟我不一樣 然後讓我覺得不舒服 我憑什麼叫人家離開 所以我記得你們跟我講說 其實跟拜拜嘛 拜拜概念是一樣 我們拿香就是為了把這個香氣 供養給神說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也是香氣啊 其實你也可以供養給神 一樣也可以供養給眾生 對有個新的眾生 對對對 我從第二下開始有說不好意思 我供養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夠成果 有些都能說 記得如果成果記得大家照顧 然後我就說謝謝大家 這樣我就整個忙著噴滿了 他講嘛 就是這個 時常有好一點但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就開了Youtube 就開始放那個 Omama Shibaya 我就開始 我就跟著他搶送 我想說我先穩定我自己嘛 跟我朋友來找我吃飯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 那個廠完全不一樣 就把我嚇到了 結果他非但沒有任何衝擊 他反正那個廠非常非常的好 我那個時候第一次覺得 這個產品實在是太厲害了 把那個整個廠都改變